好 旁邊來看了 這是領寶貿易 他有代理領寶和瓦斯 這台是綠武士 黑武士跟瘋丸 但是口碑不錯 然後仔細看 他做的工就是紮實 甚至可以把他拿起來 把完都沒有問題 對 等下來後面要看 對 他這個爐架 你看他有做防風的設計 從這邊過去到這邊 都有做兩層的防風 但是有透氣 他跟他的黑武士 剛好是一大一小 然後烤漆的鍍層 這邊細節都做得很好 這邊都有卡住 這邊卡榫 現在看爐體 他爐體應該也是粉的塗裝 很漂亮 小小一個 而且他最重 他有做一個 他的 C型 C型的硬殼 磨砂的 很漂亮 他火力2.3K 算夠了 小東西OK 但你在使用這個爐具的時候 你要注意到 你的烤盤或鐵盤或荷蘭爐 不要用太大的 我有買過鹽谷的 它的售洗鍋 超級棒 它的耐熱度 它的熱傳導非常的好 搭配這個剛剛好 然後溫度的控制 細節 這個地方摸起來真是舒服 他們的磁吸的設計 然後這個是熱傳導片 幫裡面的溫度 傳到你的瓦斯罐上面 讓你的瓦斯的效率更好 然後更能夠氣化 然後磁吸 很棒 很棒 這叫綠武士 今年才新出來的 耐重10公斤喔 在戶外使用非常可愛 太好了 然後現在的展場限定組呢 1999 然後再送3萬瓦斯 很棒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黑武士 黑武士稍微貴了一點點 但是在戶外使用比較大 你可以使用大一點的爐具和鍋具 對 但也比較重 對 也是一樣 磁吸 拆拆拆拆便 對 你看看 這個 烤盤 那有時候烤盤用的比較好的原因 烤漆 會比較重量的時候 你在戶外使用 有些一些湯湯水水 或者是醬汁 它會比較 能夠保護你的爐體 嗯 再來就是豐丸 所以我蠻好奇的是 豐丸跟 黑武士的設計 它的差異在哪裡 嗯 所以要看一下 比較一下 它稍微大它一點點 但其實3.3以上 這邊設計 跟這邊的設計 嗯 差不多 它總共有三排的噴氣 然後這上面的是 黃銅的 一排 對 溫度 烤漆有差 這是全黑的烤漆 然後那邊是咖啡色的烤漆 對 對 等一下 帶重度有差 它的厚度 OK 沒錯 厚度有差 高度有差 那看這一個 嗯 腳也有差 這個腳好像做得比較堅固 這個腳呢 是做應該算比較偏室內或偏餐桌的 嗯 OK 看裡面 嗯 鹵嘴設計也是有點差異在 嗯 上面拿起來的重量差很多 這兩個拿起來重量差很多 所以這應該耐重 耐得比較好 這比較偏戶外 然後那是戶外小型 然後這個是算是 比較偏帳篷型 或者是室內型的 OK 好 接下來看上面 那上面還有一個岩谷的便繫爐 是早期的商品 好 完全沒有防風 但是也是很可愛 很適合單人泡房室內使用 再來一個呢 這個是走精緻風 我記得那時候 去年介紹的這個是 髮廊的渡塵 還是什麼 房屋吐塵 很好清理 走超泡時尚風的 對 這個是完全偏室內 然後這個是號稱 零負屏的一個瓦斯爐 他說一個瓦斯爐能做到零負屏 真的是厲害 但是這偏向室內使用 就完成這些 日內使用 4100瓦 一輕微的防風 這個鍋具完全沒有下去 然後爐嘴 東西收起來 好奇怪 舊款 對 經典款 這也是舊款 對 對 這是素雅的 我曾經看過日本料理的師傅 用這一款 在煮柴魚高湯 那個感覺很好 很有意思 你看很多小東西 煎烤盤 燒烤盤 我是用它的售洗鍋盤 嗯 這個不知道是烤什麼東西的 也是便系式 做的好 蠻大的 我再幫你拿一包 喔這個好 天然石頭 我之前買過一些的是鍍成的 那個其實用久了不好 當然這個是消耗品 這個是用天然石的 那裡面有水蒸氣加熱的時候 它會讓你的肉更快的 應該是保持它的濕潤度 跟鮮艷度吧 很好吃 我買的就是這個 鹽谷便系爐 我唯一對它的缺點就是 它沒有便系那個硬殼的裝置 所以戶外攜帶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但是居家使用是很好 它也有防風的設計 那我都是用它在家裡吃那個 那個 壽洗鍋跟火鍋類 用小砂鍋也很方便 這個就蠻好玩的 這個四方形 鑽一個煎烤盤 裡面可以燒小東西 我還記得它有出一個 水餃烤盤 不知道在哪裡 這是樹脂加工的 看一下 小東西燒 我那時候在看影片的時候 我就很好奇 它裡面的滴下去怎麼處理 喔 它直接擠在鐵片上面 OK 然後再往下 應該都可以拆開來清晰 欸 只能燒烤而已 專門用燒烤的 可怕我 呼呼 其實我對那個 大理石版的蠻有興趣的 呃 這是尖盤 沒錯 很有意思 那應該是黑五四吧 嗯 尖盤組 網口燒組 OK 好 好 好 這些小東西 沒事沒事 對 嗯 5980 這什麼東西 它是瓦斯爐 蛤 瓦斯爐 它是收納成這樣 哦 靠 這麼屌 哦 收納型的 哦 這好像是得獎的 我記得 可以拉出來嗎 對對對 它可以拉出來 對 這得過獎的 我記得是有得獎的 因為 因為它是新品的 對 這樣子 然後腳在這邊 對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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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這個有得獎 然後第二個就是 這個是2980 好棒喔 上面還有冰桶 對 方便的東西 我就不進去了 有一個小樓 戶外攜帶方便 專業 專業的部落客 沒有沒有 歡迎乖 謝謝 幫助留言 對 你說零富平是那一個 4.1 零富平 再過去那一個 對對對 那個圓形那一個 不是 就是這台旁邊 零富平 哇靠太厲害了 來到遠古 現場這麼多東西 那當然要買一股了 我買了他們的 新出來的654 去年我有看到小的 但是他們的產品 但是我覺得沒有這個好 所以我買這個來看看 然後再來買他們的天然石 燒烤盤 還有他們的餐具組 送3萬瓦斯 好 謝謝 馬上刷牌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這個就是在2021年台北戶外用品展 我在岩谷攤位所買的 呃 綠五四 這個是小型的一個卡式爐 然後呢 它我買的是一個組合組 所以呢它還有一個 這個是它的 鍋具 可以在戶外使用的鍋具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3萬瓦斯 然後另外呢 我又買了它的 韓國 應該是韓國吧 日本的 那個天然石的一個煎烤盤 好 那我來拆開看一下 因為那時候在 會炒可能不大方便 仔細看 好我們仔細看 它可以放個鍋子 好小煎鍋 好那個火的溫度呢 2.3千瓦日本製的 爐角有加強 然後它的爐嘴 設計得很漂亮 而且它這邊有做防風的設計 非常的好 那像我呢 我買 岩谷的壽洗鍋盤 好這也可以當鍵口盤來用 那我們來看一看 首先呢它有附一個盒子 細形盒 上面寫岩谷 然後這邊呢 有做 條紋 好 這只到時候簡單拆箱 看一下 我後面還會再拍影片 有興趣的話 請訂閱我的頻道 哦 哇 它這邊是做 防震設計的咧 哦 好棒 這厚度的咧 哎呀 真是好 啊 包裝的很漂亮 好啦 就這樣子給各位看一下就好 細節的部分好 請等我開箱 哈哈哈哈 剛剛好耶 太棒了 太棒了 剛剛好 哎呀 啊 射洗鍋 岩谷的小型卡斯爐 戶外攜帶防震 帥呀 我都蠻期待它的另外一款 就是黑五四 黑五四完全走戶外 重型風 更棒 可以用荷蘭鍋 那這個已經做得不錯了 好 那就期待我下一次開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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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